大家好,我是桑普,深夜了,又和大家做节目,希望大家继续看多些桑普频道的节目,也都看回,就是给多些comment,like,share,有些comment,我希望我逐个都会看回,希望大家多多留言,也都支持本频道,传给一些志同道合,也都希望大家用patreon的功能,每月定额可以赞助我们, 那款项不会被台湾香港协助有关的活动,接下来说,在六四我们都会有摊档,在这个自由广场,即是旧清中正纪念堂,是和大家在这儿见面,六四会有晚会,我们台湾不会缺席,那我知道在温哥华,温之联,也都举办他们当地的晚会,年年遇试,所以很多谢他们一起举办,和很多人的参加,全球各地也都会对六四会有所悼念, 三十五周年,殊不容易,六月九日,我相信,就是在台湾,甚至无各地,都会有关于反送中五周年的游行,而去到九月,一定会对于雨傘运动,以前讲占中,后来变成雨傘运动的九二八事件,二零一四年到现在,整整十年时间,今年也都是雨傘运动十周年,这些我们是永至不忘,中间有七二一,八三一,七一那些东西,后来有十一, 我们希望每一个情况之下,都有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同道,能够做出这些活动,对大家有帮助,在台湾的我们,我们会努力,希望大家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澳洲各地都努力,而香港各位,希望大家拒绝违望,做力所能及的事,日常生活的反抗, 不丧失信仰和希望,希望有实力的话,做一些仇夫共同体,一起为在小监狱的人,去做多些事,也都希望大家关注,今个月尾会判决的四十七人案,和未来,今年将会判决的,黎智英苹果案,我希望大家都关注,和立场新闻案判决都会出路,至于支联会案,可能要等到下年,OK,我想希望这段时间,大家都能够养精蓄裔,好好赚钱, 守护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健康,等待黎明的刀罗,我们有信心,这日始终会来的,好了,我们讲回这个今天要讲的事,我们今天讲的歌,唱歌的歌,那么,等一下可能会有一段,我会想唱小歌,那么这个歌呢,当然大家会熟悉的,愿荣光归香港,那么,绕阳紧一年,上诉庭,大家知道,在这个 这个,颁下了,这个判词,今天裁定这个,叫做,愿,律政司上诉得席,颁法临时禁制令,禁制愿荣光归香港,消息传出,传出不足两个小时,就是跟大家讲这一点,愿荣光归香港,归香港的,专辑和单曲,都已经重登,iTunes,音乐,流行榜,就是大家, 多听,多听,这个很重要,希望这个成为一个风潮,每一次我们遇到,抗争的一些周年纪念,甚至是一些更重要的,判决的时候呢,都希望将这首歌,视为我们的案头歌,我们的,手机里面,会有的东西,我都认识,一位前辈,孤印其名,那他都很希望呢, 能够在手机里面,能够将这首歌的,情况,转为零星,提醒他,我们不会遇望,我们不会遇望,现在在狱中的囚友,也都不会遇望,香港未来的一些盼望,年纪就算几大, 这是时间,拿不走我们的意志,决心,勇气,信仰,希望,坚持, 这些东西是我们,之所以身为人呢,很重要的一些品质,虽然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没办法,因为各种原因,可以曝光,就是正如我,和很多人写文章的,或者是一些,做这个YouTube的,或者是Patreon的人呢,可以这么清心直说, 但我希望我说完他们那份,我也都很将,愿意将这份这样的心情,和大家分享,其实很多人,没有在镜头前,没有在网路上,发表文章, 说话,有星影文字的流程,但,他们是心里面,都牵系着香港,都希望做多些东西,他们形格小的,未必做多些东西,摊头下,是不是,累就要休息,见智喝水,我们要记住,我们拒绝遗望,做日常生活的反抗,已经非常足够,我们不是要做呢,就是现在要大家,冲出去做革命的烈士,No, 我们要的就是这一点,你守得住这副戏,未来才有希望,那我看到,当愿泳光哥香港,这个香港国歌,重登iTunes音乐流行榜,我就知道,希望是继续存在,这件事不是海外港人那样做,在香港的香港人,其实你们各位,自己,不要跟我说,默默做应该要做的事,是吧? 大家知道,去年政府入品申请禁制令之后,原本在各网路上的音乐平台的愿泳光归香港,曾一度下架再上架,制作团队当时只是要处理技术问题,目前,在iTunes是愿泳光归香港2023 edition,即这个版本,在法庭斑爬禁令的两小时内,这个专辑已经冲上排行榜第二名, 而两个版本的愿泳光,就暂时分别排在歌曲流行榜的第六和第八名,所以呢,无论如何都好,这首歌永远永远存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的National Ensemble,OK? 这是永远的事,是吧?我想这首歌是很值得大家纪念啦 刚刚今天稍早呢,就和这个傑斯陆园这个新桑海神周,明天会播出 今次新桑海神周就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二日,为什么呢? 因为傑斯是刚刚由这个多伦多回到温哥华,所以时间上有点延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啦 我们做这些和他拍档的节目呢,是有迟到,不会没到,希望每个礼拜都会有两集和大家见面 一集放在我的频道,一集在傑斯频道,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那么,他就和我说,喂,不如按一下商铺 我就在我自己的频道上唱过这首歌,不如你也唱一下啦 那么,为了和兄弟之间互相遥相呼应呢,我们向他呼吁啦 唱得不好呢,希望大家不要太见良啦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的时候呢,能够想一想,沉淀一下 六月快来啦,六四,六九,六一二,六一六,七一,七二一,八三一 接着九月有九二八,乙山运动十周年,还有十一 这系列的东西,我们连续几个月都会有很多的纪念活动 一年到夏天,忙碌啦,希望我们不会不记得这些日子 也希望大家永至不忘我们所受过的苦难 即是,我们希望大家都明白啦 不在晚星 最浪茫茫夜 迷雅里 最远处追来号 consum 看自由來齊襲這裏來全面抗對 勇氣自衛也永不滅 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 同向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 機構民主與自由如萬世都不留 我願榮光歸香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不需要亢奮放在心裡 OK? 我們一定會做到應該要做的事 OK? 除了《願榮光》這首歌之外 不過也不能忘記一位歌手 這位歌手近年已經很低調 2015年8月19-24日 醫館演唱會 2015年10月31-11月1日 Hidden Agenda演唱會 2015年12月25-27日 有《花神球場》 16年6月19日 有《普慶芳》 16年10月7-10日 有《紅館》 18年12月21-26日 有《科學院》 自從科學院 on the post-op之後 這位歌手 就傳為網上的演唱會 2020年4月11日 《生於亂世》 有種Live網上 2020年5月9日 B-Day Live網上 2021年10月21日 Mini Live網上 2021年9月8日-12日 本來在《壽神劇院》 但是開場前 藝術中心指會 危害公眾安全拒絕租場 被迫改網上舉行 2020年1月2日 Mini Live JMGGJ網上 2020年5月21日 Mini Live YY之夜網上 2020年12月24日 Mini Live平安夜網上 22、23年 去年他沒有演唱會 去到今年5月10日 剛剛兩天之前 Spring Live2024網上 這位歌手 就是大家熟悉的 何韻詩 何韻詩 歌者戀歌 勇藝 見證 五年沒有開實體的 即是現場的音樂會 他自己會構問自己 究竟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我看到5月10日 是何韻詩的47歲生日 晚上8點 他再辦 限會員觀看的網上音樂會 這個已經不是公開 只是網上 是他的會員裡面觀看的 菇母們 菇母們裡面的網上的會員 去觀看的網上音樂會 那大家知道他2021年 10月29日 立場新聞案 因為他是董事之一 他是因為 後來 是因為 612基金案 612基金案 跟立場新聞無關 612基金案 是被 這個 沒收護照 被拘捕 現在 基本上 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起訴 他被沒收護照 612基金案 被沒收護照 離開不到香港 但是他不知道 偶到哪個時候 這是最大的千驕 很大的千驕 這一點對他來說 當然形成很大的壓力 他無法出境演出 在香港也難以沉迷場地 何韻詩日前 在錦然中說 形容這是一個被strip down的狀況 但同時 對於重新學習 怎樣做一個歌手 或者是最好的時刻 何韻詩上一次辦實體 即現場的演唱會 是2019年 在倫敦紐約的 We are here we are alive 如果計算香港 上一次的現場演出 就要數到2018年 科學員大廣場的 On the Pulse of 一連六場的戶外演唱會 他2021年9月 曾經原定在技術中心 這個壽神劇院 舉行《你尚未成為的》的演唱會 但是開宋前8天 突然被取消預訂 改為網上直播 即是說 由2018年到現在 5年間 何韻詩一直無緣在香港 現場演出 取而代之的 是7次的網上音樂會 去到2023年9月 何韻詩時隔7年 再次新歌派台宣傳 帶同一首歌叫《威廉》 在商台戚冊樂壇授訪 回歸本位 從拾歌手日常 否白近年面對低谷和制爪 個人心境的變化 過去他說他很努力 現在我只是想告訴你 my point of view 我的感受是什麼 這半年 何韻詩再推出 翻唱梅艷芳的 《比生命更大》 和自己詞曲的 《本世紀最怪》 5月10日晚的網上演唱會 他和音樂人Mike Orange合作 實現一種 想嘗試已經很久的 intimate set 即是親密的一種 一種模式 兩個人 兩支結他 唱自己喜歡的歌 直輸空益 真誠無礙 過去何韻詩經常透過作品 傳遞關於社會 關於世界的信息 現在他決定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往內觀 照顧自己內心那麼多 沒有了煙花舞台效果 沒有了服裝 沒有了幾千幾萬人的場地和觀眾 也沒有了十幾萬人的大樂團 剩下的還有什麼呢? 就是你和你自己的故事 我們看回很多哲學的思想 我大學的時候這樣讀法律同志樂系 小弟 年輕的時候讀書也挺厲害的 我們也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們也好去體驗當時讀書 和在大學生活的樂趣 裡面有讀哲學和法律 哲學裡面有一個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 當時有一班教授這樣說 這個未必是準確 我發覺不一定是準確 但他這樣說 我姑且引述先 他說 西方的哲學 就是往未來看的 向前看的 未來要做什麼? 要什麼的意志 有什麼理性 什麼超嚴 或者你要講的 十二範疇 康德、黑格爾、尼彩、馬克思 一直到宿本華 一直到追到海德格 西方、西方、希特拉、奇克、果 等等 聽明不重要 就是一大堆這樣的東西 往前看 印度的哲學 就是往後看的 就是 Look back in your own history 滿天神佛 滿天的世 就是這些 總聖制度 你的過去決定了現在和將來 所以你現在和將來 所以你要了解過去 他說 他說 中華的哲學 或中國的哲學 Whatever you say 就是這一幫這樣的人 覺得是 最 永 這個 這個 在這個 大學裏面有說 穩決 執蹤 就是說 你會 往自己的內心 inner self 去看 你自己怎麼看 所以說 現在 永遠都是 向自己的內心去敲民 所以他覺得 這件事就是 中國哲學 優越於 印度哲學 和西方哲學的地方 那這些說法 當然是一家之言 但是我不認為如此 因為主要的分野是哪個地方呢 就是 你往內看也好 往外看也好 都是需要 人要了解自己 要 好 經常要有一種 所謂 孤獨的時刻 孤母們 孤獨的時刻 孤字當然不同 孤獨的時刻 那你要享受孤獨 而在孤獨之中 反省 是不是 也都是神獨 儒家經常說 神獨 雖然儒家有很多垃圾 這句沒有錯的 神是等神的神 即你要在孤獨的時候 面對自己 你不是說 在你的家庭牽叛 你的太太 你的老公 你的子女 你那些爸爸媽媽 你的親戚朋友 朋友 那些什麼 你先放在那邊 你先往自己的心裏面 去想出自己的真正在心裏面的東西 是些什麼 你的impulse 是些什麼 你的一些真的需要的東西 之後再看一下 世界天地 天人之際 是些什麼 再看一下 自然和自己的關係 社會和自己的關係 法律和自己的關係 政治 經濟 文化 各方面 家庭 朋友 生活 經濟 營生 各方面和自己的關係 那麼你要知道自己 是一個重要的內心 是唯一你可以掌握到的 你要問自己的東西 同時也要了解外面的東西 要向外求 也要向外求 但問題就是 在於你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做 最後的信仰 靈魂內有信仰 偷不去 林夕幫林二汶 不是幫林二汶 他填的這首最後的信仰 那林二汶是什麼人 他怎麼變呢 跟這首歌的本質無關 而這首歌都不是屬於他 歌是屬於作曲的 詞 是屬於填詞 唱的 是怎樣的 他自己判斷自己的前路 我只是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人要往內看 有些要往外看 而同時又了解到 你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沒有一個主宰在上面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法則 這些秩序要去守 而你不守 是會有在現實生活之外的一個後果 在一個超驗的世界 或者說得白一點 在死後的世界 那這些情況就是 最後的信仰 而這種東西如果沒有的話 你會土崩瓦解 就是說 完全的徹底的無神運的話 你會覺得 那你人世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守個秩序 Why 那你為什麼要守這個秩序呢 For what 你就會陷入一種 所謂我喜歡民生就民生 我喜歡變性就變性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反正及時行樂 一世人 我就是天地的主宰 我的良心 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喜歡玩什麼就玩什麼 你不理得我 總之我一定無可於理 但你不要理我 這種這樣的想法 當然在很多年輕人裡面 尤其現在這一代裡面的存在 就算我們以前那一代 和我們上上上上那一代 全部都在年輕的時候 有一個半億期的 但你去到三四十十十歲的時候 就會想想 喂 是不是有一個Athos的存在 即是一個所謂秩序的存在 你要去守 慢慢慢慢 你看的東西就不同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 而我會看回 去到很多的 這些現實的社會裡面來講 向良心的考問 向自己的這個內心去考問 去這個購問 那這個當然是好的 但這個不是全部 要向自己看 要向外看 也要向信仰看 這個信仰 我都很寬容 大家有不同的信仰 這個世界上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我就是覺得 當然我有我的信仰 大家都明白 就是我們對於 就是耶穌基督 對於這個天主 是有信仰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但問題就是 我很尊重其他 譬如你們信佛教 你們信什麼教什麼教 我很尊重大家有不同的信仰 彼此可以互相溝通 不是說我堅持我的信仰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義教 和我們去戰士你的 我也不會這樣 我不是同意同分 但我會覺得 同性戀者是不應被歧視的 同性戀者是不應被歧視的 這個是我堅持的基本原則 我對於自由選擇變性 不需要幫爸爸媽媽媽同意 小學、小學生、中學生 可以自由選擇變性 現在美國是教這套的 是很反對的 所以這些是我的一些執念 或者我的一些堅持 但你不是說 我什麼東西的話 都要在這個地方 要堅持你跟我的想法 才是一樣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寬容不同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就覺得 何韻詩這種轉變 是很有意思的 什麼呢? 她開始 不是look into herself 這個有意思 是她開始 對於孤獨 開始有一種 搭下去 有樂趣 和覺得有意思的 我會覺得 每一個成功的人 背後 不是有一個 幫她的老婆 幫她的老公 這個當然會有 但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真的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地方 是你 對於孤獨 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覺得 鬧凶凶 轟酬交錯 譚紹間 長老 灰飛煙滅 在這個 酒杯之間 就可以 一單一單的雕做完了 什麼事都做好的話 未必是一件好事 是嗎? 我會覺得 每個人要看回自己的內心 是什麼 這個就是關鍵 但更關鍵 你對孤獨的狀態裡面 你怎麼想自己 怎麼想自己跟別人的關係 怎麼想這個世界呢? 你會不會關心世界的時事呢?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件事 那我覺得 何韻詩 不單止是要 look into her own self 也都要 look out 全世界 反省很多東西 而這個情況 無論對內與對外 都是在孤獨的情況之下做的 這種孤獨 這種solitude 是很重要的 做任何的思想 沒有這個solitude 是做不到任何思想 還有創作的工作的 你編劇本 你寫歌 或者是歌曲旋律 或者是歌詞 或者是唱作 或者是跳舞 或者是練鋼琴 或者是讀書 OK 或者我現在做評論 不可能在不集中精神的時候去做 只要當集中精神 我才能夠呢 有足夠的能量 還有有這樣的樂趣 去完成我的工作 這件事需要孤獨 我自小是一個呢 即是覺得是享受孤獨的人 我可以說呢 全世界 我不是很有成就的人 但我所有有成就的人呢 都有這種享受孤獨的一種過程 我想這個很重要 不是經常開會開會開會那些 那些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OK 人的成就不會由開會到得到回來的 人的成就在孤獨裡面 是獲得 不要是成就 是得到你的幸福 你自己的滿足 OK 有一首歌 即是我不唱這首歌 即是它的版權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聽 叫做《祝生日快樂》 即是是祝生日快樂 即是叫《本世紀最怪》 剛剛我也講過這個名字 作曲何韻詩 作詞何韻詩 主唱當然是何韻詩 景物依舊我懂得一聲 在十四那年我撞破頭顱 什麽人都受點苦 怎麽才算得意 睡到半夜 凍的一聲 綁著彈黃 的繩子斷了 我說不要緊 謝謝你 生離死別 我懂得一聲 在四十那年 我看傻了眼 什麽人都受點苦 我的還算可以 這就是它的歌詞 這就是它的歌詞 《本世紀最怪》 大家都看到它想表達些什麽 要明白它在香港 不可能放言高論很多東西 作的詞 一定要是一些朦朧的情況下 令大家 說到一些東西 有此 沒有很清晰地說 但你又收到的東西 而同時 我亦都需要兼顧的 就是 彼此之間 尤其是在612基金案件有關的人等 包括書記 包括吳靠儀 包括其他人 還有包括這個賀韻詩 他們生活就是一種 你都不知道什麽時候起訴我 好像你一定會起訴我 不知道你等什麽 你才起訴我 接著護照又收了 香港我離開不了 那我什麽時候坐牢 完全沒有著落 我人生 怎麽規劃我未來的東西呢 旅行不行 只是在香港每天 看著一些垃圾的報紙 有時在網上 的一些評論 可能看到我 或者其他人 他講一些關於香港的故事 關於世界的故事 他覺得 你們在外面真好 但是我在香港呢 甚至我在看著這個節目 很多很多觀眾都仍然留在香港 怎麽算呢 未來會否封網 會否封關呢 會不會社會信用系統呢 未來會怎樣呢 沒有人知道 很多人都想知道 很多人 在612基金案件中 很多人都在想著 究竟我要怎麽處理未來的人生呢 我規劃不了 也都不知哪個時候會起訴我 什麽時候開審 審多久 告我什麽罪 罰我多久 那未來 一個X的年數 是怎麽來呢 所以我就說 不要忘記我這班這樣的人 不要只關注 現在有個大的案件的人 要關注那些 直直無命 反送中的手足 那些分分鐘 10年 20年 30年都可能 還有一班 612基金會的人 他們 沒有被起訴 但已被拘捕 已被沒收護照 沒有辦法出境 那他們怎麽算呢 當建山書局 十日立 還有其他獨立書局去做 那他們這班人 也都不可能 拋個身出來做什麽 他們很鬱悶 很多自己的朋友 很多的手足已經入獄 有些已經是離山 有些跟他們一樣 是依然在香港那裏離不開 那他們怎麽樣呢 結罪 又怕被人說 孤獨 又不知做什麽好 但是 當你不知做什麽好的時候 你只在這個孤獨的狀態之下 才可以完成到的東西 很多可以低調做 獨自做 還有 有很多東西 你不是為我而做 是為神而做 是為我們的生命的最終的意義去做 亦都是為我們最後的信仰去做 這件事 不需要我知 不需要閣下知 只要他 孤母們 還是知道 上帝知道 就已經足夠 靈魂內有信仰 偷不去 借中土匪也去 被你畏懼 想保無邪之軀 還是必須 過下去 臨即 最後的信仰 希望大家 都有同樣的想法 OK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 我們下期間 我們下期間 接著 我們的禁止 我們下期間 我們下期間